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去世 一个时代终结了 几周前江的继任者胡锦涛 刚刚从中共20大会场上被当众架走 以这种极具羞辱性的方式离开了公共舞台 如今被前任推上台的中共新皇帝习近平 正努力抹去前任们的痕迹 有分析指出 尽管习近平要后葬江泽民 以示党内团结 但将面临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 是否如何管好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 这或将成为白纸革命今后走向的关键 综合报道 随着江泽民去世 胡锦涛消失 目前的中共政坛由习家军独占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习近平可以高枕无忧 如今习的绝对权威正在街头抗议声中受到挑战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 相比于中共前领导人胡耀光的去世 点燃了六四事件 但在习近平强大的安全网下 重演1989年的可能性极小 江泽民之死不会对中共政治产生连锁反应 但是习近平选择如何悼念江泽民 将会成为白纸革命今后走向的关键 中共当局已经宣布最高规格后葬江泽民 纽约时报的文章点出 但无论一事多么小 对习近平而言也将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否如何管好前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 此前胡锦涛的名字也出现在一长串 负责监督哀悼活动的名单上 消失了一段时间的胡锦涛 能否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全球观众 稍早前胡锦涛在中共暗示大上被架走的一幕 引发罕见的骚动 让习近平在赢得第三任期的同时蒙羞 相信习近平不想重蹈覆辙 让这种不确定性再次出现 且看习将如何亲自指挥江的悼念活动 会否在民怨沸腾之际在火上浇油 再次发挥加速式的本力 针对中共的政局 在接受法广专访中 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指出 江泽民当年跨代选择 确定了习近平的接班 造就了习近平今天倒行逆势的局面 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 全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一点上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也给自己埋下了 今天被习近平进行清算的历史条件 这就是中共政治的悲剧 中国的未来恐怕不仅要先过习近平这一页 也要先过邓江等人这一页 才能有新的未来 对于中国民众掀起的白纸革命 张伦认为 当下白纸革命最大的意义就是 重新把政治议题 把中共的民主自由议题 拉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抗议本身展示的就是 未来时代的一些东西 中国将何去何从 过去30年 年轻人在中国的舞台上缺失 但是现在他们重新出现了 从这点上讲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习近平想扭转中国方向 要回归到毛时代 但是整个年轻人和抗议 要展示的是另一种方向 这将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博弈焦点 为声援白纸革命 国际黑客组织 匿名者宣布展开白纸行动 12月1日 该组织攻击多个中共政府网站 骇入监视器 还公布上海国安局长 黄宝昆的身份证和大量上海市警察的名单 综合匿名者官方推特及相关关联信息账号显示 匿名者11月29日宣布展开白纸行动 表示他们与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反对中共政权 匿名者向中共当局叫阵 你不能阻止我们 在对想要民主和自由的公民滥用权力之前 你应该预料到我们 匿名者还对中共当局提出了五点诉求 一是停止强制核酸检测和强制隔离 取消疫情政策 自愿检测自愿隔离 二是言论自由 不删帖不封号 拆除网络防火墙 让人们看到真实发生在世界和中国的事情 第三是释放白纸革命 被捕者并撤销指控 第四是放开护照办理 开放国门 出境不可劝法 第五是取消国家主席任职的终身制 12月1日 匿名者官方推特账号宣布 展开分散式阻断服务 攻击中共政府网站行动 该组织通过社交平台Telegram 陆续发表多张网工图与照片 称他们已经害尽了中共政府网站 瘫痪一些网站 列出被黑客攻击风险最高的200个 中共政府网站连接 表示已经控制一些中共的安全监视器 此外该组织还公布了中共上海市国安局长黄宝坤的身份证正面截图 并发布了一份上海所有警察的名单 该组织在Telegram账号顶制信息室加油中国人你们不是孤单的 此外该组织还向中国民众发布了一份安全上网的技术建议 建议中写道如果你使用的是与86电话号码相关联的推特账号 请将其停用并使用外国电话号码重新注册一个账户 如果你使用的是与中国Apple ID关联的推特账号 请更改苹果设置中的区域并取消与中国大陆的ID 还建议停止使用SOGO 百度等中国公司开发的键盘 中共的极端防疫政策掀起民间大规模的示威浪潮 正当多个主要城市使出宽松信号之际 山东地方当局却计划重金新建超100家方舱医院 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民怨沸腾 就连中央也要顺应民意 地方政府却反其道而行 相信背后不仅是为了防疫所需 而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考虑 美国之音报道 正当中共防疫政策风向改变之际 山东省却传出要在济南 林仪和烟台等 15个地级市新建接近120家永久性方舱医院 约提供20万张床位 据陆媒报道 当局将投放230亿元人民币 估计建立单个隔离房间平均需要花10万元 山东的举措立刻引起了外界的质疑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 对美国之音表示 山东省计划与北京既不一致 也违反科学精神 中共的高层已倾向于慢慢解封 清零政策慢慢趋于松绑的情况 所谓的永久性方舱 是否意味着要进行永久清零政策呢 从最基本的科学常识来说 新冠疫情是无法永久被清除的 是否意味着地方当局认为 上面还要继续永久性清零政策呢 因为只有清零才要隔离 宋国成认为 目前中国各地争相释出宽松信号 山东却反其道而行 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因素 是不是蕴藏着外人不得而知的某种官商勾结 或是拿不出台面的阴谋 方舱医院随时可以作为一种拘留所 如果白纸革命继续扩大 蔓延到各个省市 这些方舱医院恰恰可以作为 逮捕抗疫分子的临时拘留所 还有评论则认为 地方政府重心新建方舱医院 旨在利用疫情产业链 加快把民营经济国有化 由于涉及过百亿人民币的拨款 必须经由中共财政部审批 有理由相信 中共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动态清零方针 在中国芯片产业遭到美国禁令重创之际 华为被打造文土芯片供应链 将重心转到四年前被美国制裁 而生产停板的芯片厂福建进华 今年稍早 新客户的工程师采购和财务人员陆续抵达 帮助进华重启生产 而这些工作人员全部来自华为 日经亚洲报道 华为从北京到大本银 深圳等中国大城市 正秘密打造新的本土供应链 福建进华只是其中一环 福建进华最近告诉几家供应商 希望在两年内将产能提高一倍 此前福建进华曾在2018年底 被美国指控窃取商业机密后 不得不停止盈域 当时所有设备生产运作都全面停止 如今在华为等中共科技大厂支援下 福建进华又复活了 报道称 新客户的工程师采购和财务人员 开始陆续抵达 帮助公司重启生产 四名之前是透露工作人员 要求以英文名字而不是中文名字 称呼他们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他们的身份在福建进华内部 是公开的秘密 这些人全部来自华为 与此同时 在进华对面 显为人质的芯片封装企业 渠良电子正在20个足球场大小的场地上 建造第二座工厂 目的就是满足大客户 华为持续增长的需求 渠良电子一位员工证实 我们大部分产品都是被华为生产的 员工总数约有2700人 现在正在建造工厂的二期工程 报道指出 福建进华和渠良电子 只是华为打造本土供应链野心的两个例子 在中共当局的帮助下 华为籍合作伙伴正在北极 武汉 青岛和华为总部深圳 建设新的芯片生产和组装网络 投资超过4000亿人民币 一位与华为有往来的企业高管表示 如果说美国的制裁就像是 用最先进的战机进行轰炸 那么华为的行动就如同打游击战 野村证券科技分析师认为 没有人比华为更了解如何在美国黑名单下运作 可以肯定的是华为打算卷土重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图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